那么新冠疫苗作为一个全新的疫苗 我们在整个一期到二期临床 甚至现在开始的三期临床中 都把不良反应的监测 作为安全性评价的重要指标 进行监测 这是监测 那么就我们目前完成的 一期和二期临床的结果 这个数据 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国家目前进入临床的 临床研究的 完成临床结果的话 基本上都属于轻度的 轻度的不良反应 就是可接受的不良反应 所以说这个疫苗完成二期临床以后 顺利的进入到三期临床 那么作为一个新疫苗来说的话 即使上市以后 仍然需要长期的不良反应的监测 对不良反应就是这个情况 刚才你提到这个ADE的现象 ADE的现象 所谓ADE指的是抗体依赖性感染增强效应 也指的是接种疫苗以后 由于产生的抗体 抗体它的复杂性 有可能借到感染加重的现象 那么就目前我们完成的这些研究的资料 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 还没有发现有疫苗相关的ADE的现象 那么是不是存在罕见的ADE的风险 就是这个风险是不是还存在的话 我们认为的话还是需要在大规模的三期临床 乃至上市以后更大规模人群的使用观察中的话 密切进行监测 那么中央研究说在中央研究这个疫苗 它是一个健康上用的 那么保证疫苗的安全 这是疫苗研发的第一位 也是我国审批审批 审批这个疫苗类产品的一贯坚持的原则 就是这样的情况